這條小巷就是新莊復興段249-11號 旁邊幾年就是侯友宜家族所持有的 第號253-254被踢爆 去年3月買下這塊機靈的建商 和新北市議長蔣跟黃關係不錯 名嘴李正浩臉書爆料收購這塊地的 是郡業建築公司 而該公司老闆梁明江負責建設 兄弟梁明松負責土地開發 那這個建商他們兄弟倆過去 跟國民黨議長蔣跟黃是非常非常好的 蔣跟黃每一次選舉 2018年2022年這位建商兄弟都有捐錢 是由這個跟蔣跟黃非常密切的建商 來負責做土地的開發跟土地的建設 立正浩指出侯友宜家族 擁有地號253-254 另外加上曹信地主持有的三塊地 以及黃信地主的兩塊地 形成完整方形建地 而地號249-1再被整合 就符合基地面臨6-8米道路 容積獎勵從200%變成240% 後來249-1基林地 就是由良性建商買蝦 建商會買基林地 大家都知道是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塊土地要開發了 所以我們大家內行人 不用講外行話 這是說今天 就是不... 不代表說我家人很資格 什麼利益交換 我會想辦法去提告他 蔣跟黃不滿遭暗指炒地 怒告李政浩加重誹謗罪 侯友宜進辦也加入提告行列 純實虛構造謠聲勢 復興段253-254地號土地基地條件 不符合新北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就算加入249-1 林路長度也不足20米 依舊不符合都更的條件 侯友宜家族在新莊的地 被質疑策略性構地 都方各說各話 有考量都市計畫相關利益 大家拚法院見說分明 三十五 郭司文後才有新聞 麻煩了 你這樣說 找到什麽 你要譏定